美國德克薩斯州的聖達菲社區要面對的是 校園槍擊案造成10人喪生的重大悲劇 死者當中大多數是聖達菲的高中學生 代表這個選區的聯邦眾議員蘭迪韋伯 在星期六的一個記者會上說 大家要團結一致 要一起哀悼 將傳遞愛 大家將一起努力 德州以一級謀殺罪起訴17歲的槍手 迪米特里奧斯·柏格西斯 學生說 柏格西斯星期五早上8點前在聖達菲高中開槍 德州州長阿伯特說 警方在槍手的家裡 汽車和學校附近發現了爆炸的裝置 包括燃燒坪 阿伯特說嫌疑人目前是被激壓 而且放棄了他的沉默權 他說嫌疑人本來在槍擊案之後要自殺 但他被捕之後 對執法人員說他沒有勇氣殺死自己 覽格的評判 辯那個專員 請問ipped 隨 rut